你是母子 妻子 医生 我认识你 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人 我们也有脆弱的灵魂 我们也不是每天都是 像你说的Super Hero 实际上整个疫情开始之后 这些角色都统统让位给工作了 家里人其实也挺支持我 我的先生啊 我的婆婆 他们都主动的把照顾孩子的任务 承担了过去 每次回去的时候 我都很想抱抱他们 一开门我就会说 等一下 让他们把孩子先拦起来 然后我自己去换衣服啊 去清洗啊 然后自己觉得说 OK 我现在是安全的 我再去抱他们 然后就会觉得说 可能更加珍惜 会更加珍惜他们 你的故事是很刺激 也没有啦 其实大家都是这样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怎么看得到 你的工作和共产党 从入党的那一天开始 我觉得我的责任心 我的使命感 它驱使我前进 不断的催我奋进 比方说我们在流调的过程中 那因为大量的这个问答 那我们也会有疲惫的时候 那每当这个时候呢 可能有一些小的问题 我们会开小差 那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的党员的身份 会提醒我说你不可以这样 让我把这个事情做到尽善尽美 所以我认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入党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当我们在面临一些一线的任务 当一些人可以提供给你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党员的选择 永远都是说我要冲在最前面 别人不做的我来做 别人觉得害怕的我要去承担 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做挺好的 他来了 妈咪 我看完课了 哇 这是你今天画的啊 哇 那是真美的 那是真美的 我爱的 我画的就是 奥特曼打败病毒 对 这是新冠病毒 那是真美的 那是奥特曼是 哇 啊 这么说 全程 太厚了